兩個貼心的弟弟 拿起毛巾幫哥哥擦擦臉 主動換尿桶也不嫌臭 他們是蔡品傑的親生弟弟 只怪兩年前 一場山寨溪的跳水意外 讓哥哥從此癱瘓不起 就是用一個屍組 到石頭上面刮下來 然後先去撞石頭 然後整個人就在水裡面 這兩年每次看到哥哥 因為山寨溪玩水癱瘓 再也無法陪他們玩 弟弟們常常像這樣 回到山寨溪 生氣的把石頭砸向溪谷 卻無法換回哥哥健康的身體 為什麼要丟石頭 那個發現那個生氣了 2013年6月 蔡品傑跟朋友到山寨溪邊烤肉 一年夏日讓他們 想跳到冰涼的河水裡 沒想到卻滑倒撞到頭 泡在水裡三分鐘 頸椎斷掉 第二節斷掉 換斷就是淋碼 是 可是現在他有反射的動作 手也有在 手也會慢慢在動 出了意外後 弟弟主動幫哥哥打理生活 從不喊淚 為了讓癱瘓在床的哥哥 可以看看外面的世界 每次出門時 守護哥哥的重任 就是弟弟們的工作 因為他們是兄弟 然後如果說哥哥的狀況 比較好一些的話 我們會帶哥哥一起去 走一走 出去玩這樣子 不久 因為他也不適合繼續太久 回想讓哥哥 再也站不起來的山崭溪 弟弟仍然魚稽猶醇 只希望到山崭溪玩水的其他人 不要再碰上這樣的遭遇 記者吳彩勳張良浩花蓮採訪報導